好 继续带来看到市民代表黄瑞文 则是关心市立殡仪馆的交通问题 他建议能够在周边来KP停车的空间 而另外也建议施工所所采购农药的检验试剂 来保障民众的食安问题 花莲市立殡仪馆的车辆动线 一直是市民代表黄瑞文关心的重点 这次大会黄瑞文又再度提出建议 希望施工所能够有所作为 重点县府它不迁移我们公所真的很难去执行 然后相对的因为目前没办法解决的话 是不是把南兵公园整个规划 周遭规划这些停车场 把里面的车子往外推 就不用停在里面 然后空间就可以嫌 比较可以方便一些民众 也不会造成一些行的安全 因为你到时候你车子 好日子的时候车子乱停 所以很麻烦 是不是有志工甚至交通警察来协助 来疏导这些交通上的问题 另外还包括民众的食安问题 黄瑞文也建议施工所多做把关 农药安全就是我们因为目前之前有什么瘦肉精的问题 那时候工所都会用试剂 我本期现在是建议说 工所是不是用 也是买那些农药残留的药剂来检测 大家蔬果上有没有什么农药残留这个问题 对于代表的建议 施工所相关科室主管已语说明 并且表示会在可行性的状况之下加以改善 建议会换市报道